現在全球暖化的趨勢 殺不住 根據聯合國最新報導 各國如果只依照現行承諾 減少威視氣體排放 地球恐怕會在本世紀末 升溫設施二點七度 遠超過氣候峰會 定定的長遠目標 隨著COP26氣候峰會 即將在三十一號登場 各國是否做出更具野心的 減排承諾也成為關注焦點 全球暖化趨勢殺不住 聯合國二十六號發表報告 預估各國假如 只有依照現行承諾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本世紀恐怕人將出現 高達攝氏二點七度的 災難性升溫 聯合國環境署最新報告 依照目前各國遵守巴黎協定 加強限縮溫室氣體排放的 最新承諾推算 到了二零三零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 也只比原本預期 減少百分之七點五 到了本世紀末 全球仍將升溫設施二點七度 比起上次報告預估的三度 只有偏偏差距 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第二十六次 締約方會議 簡稱COP26 三十一號即將在 蘇格蘭格拉斯哥登場 各國是否會做出 更具野心的碳排承諾 成為關注焦點 COP26 預計延續巴黎協定的目標 讓近兩百個國家 做出進一步減排承諾 將本世紀全球氣溫升幅 控制在攝氏兩度以內 甚至可以在一點五度以內 不過近年野火 洪災等極端氣候 不斷在各地肆虐 要達標似乎必須非常費勁 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推算 若要控制在兩度以內 需減少現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百分之三十 若要控制在一點五度以內 則需減少百分之五十五 今年八月 聯合國另一份報告更示警 光是在未來二十年 溫室氣體排放 就可能導致全球升溫 攝氏一點五度 公視新聞林秀如編譯